看這個被台北市長柯文哲 點名的美和氏案 現在有週刊報導說 美和氏的居民向議員陳晴 指出日盛生挪用公社來蓋教堂 再轉賣而且獲利超過7億 被柯P點名的美和氏案 現在有週刊報導 居民向議員陳晴 說建商日盛生挪用公社來蓋教堂 再以7億元賣出 根據週刊指出 這棟黑色建築6樓原本是小型電院 但日盛生挪用蓋成叫做美和氏的教堂 再轉賣獲利7.5億 而且當時其他15棟鋼骨結構 已經完成在灌江 建案總容積無法增加 週刊指出日盛生還拿社區停車場空地 補助戶權狀上的公社評書 事實上目前是很多法令 都是合法不合理 所以如果在法律的層面來工房 其實我非常清楚 你真的要法律跟他告 我輸的局面比較大 教堂到底有沒有違法 市府恐怕還有在場 但柯P和日盛生交手誰輸誰贏 日盛生已經提出仲裁 似乎對北市府不利 我只是要知道說他要什麼 所以你就先讓他講 看他到底要什麼 他說他要仲宅 那我就知道 那我知道了 你可以回去 講到大財團 柯P就頭痛 美和氏也是點名的五大弊案 最棘手的一個 財團有錢顧比較好的律師跟會計師 那我們這種窮機關顧的律師 也不是說顧得不好啦 針對仲裁日盛生表示不便回應 柯P立抗財團戰術百出 強硬的柯P style也不會輕易罷首 東正財營新聞 蕭涵全文堂台北報導